两岸关系最终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年是飞虎队成立80周年 台湾当局破天荒的邀请 美国现役的军官 在电视节目中讲述飞虎的事迹 并且强调美台之间的新伙伴关系 那么回顾当年 以美籍志愿大队AVG名义来华参战的飞虎队 不但象征二战期间 美中并肩作战的情谊 也对二战结束之后 中华民国空军的成立 两岸在台湾海峡的分庭抗领 以及美台两地 时至今日的军事合作 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中共近年来也在积极地争夺 纪念飞虎队的话语权 并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 对飞虎队的历史 做出不同的诠释与气节 那么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将借由飞虎队成立80周年 带观众朋友们了解 有关于飞虎队的一些 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并通过难得一件珍贵的飞虎文物 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并深入剖析这段飞虎传奇 究竟对当今的美中台关系 有何重要性 那么今天海峡论坛节目 很难得的要是那两位 专门研究飞虎历史的专家 那么一位是飞行优兵 第一美籍志愿大队战斗史艺术的作者 许建宏先生 许建宏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 另一位是飞虎陈纳德将军 与美籍志愿大队文物图治艺术的作者 彭斯明教授 彭斯明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首先先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 当然您最近在这个外交家杂志期刊上面 发表了一篇英文的专文 今天飞虎队成立80周年 那么我想请你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飞虎队的这个历史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今年很特别的是 台湾当局请到了现役的美军的军官 在这个电视节目中讲解这个飞虎队的精神 并且喊出了这个所谓美台新伙伴关系 这样的一个口号 究竟纪念飞虎队对我们当前的美台关系 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飞虎队简单讲就是成立于 1941年8月1号到1942年7月4日 那就是有319名这个美国来自美国的陆军 海军还有陆战队的航空队 他们在罗斯福总统的默许下 从美军厨艺 然后跟中华民国的中央飞机制造厂 签了约之后来到中华民国 加入了中华民国空军 然后专门从事对日军作战的 那主要的任务是防守滇免公路 那在这个这11个月的空战下来 其实严格来讲 他们也是到12月才开始打空战的 那因为前4个月还没有珍珠港事变爆发 那每日双方都还有点克制 那开打之后第一场空战是12月20号 就一直打到他们解散为止都还在打 那在这11个月的时间内 他们大概击落在空中是 官方的数字是297架 地面上摧毁68架 那那个时候算是他们存在的 尤其是他们参战的那半年之内 是盟军在东南亚最吃亏最吃鳖的时候 但只有他们一直不断在取胜 所以他们的存在对激励盟军士气 还有保卫中国的大后方的领空 是有非常大的贡献 非常大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今年飞虎队 当然是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是美军的军官也在台湾的电视节目当中 针对这80周年的这个成立纪念 谈了一下这个美台新伙伴关系 你怎么看呢 其实你要说新伙伴关系 我觉得一点都不幸 因为维持80年了 那其实飞虎队就是一个package 就是美国在1941年的5月6号的时候 宣布中华民国适用于租借法案 就等于是开始直接对中华民国实施军事援助了 那它的package飞虎队是一个package 另外一个package就是让中华民国空军到美国去受讯 就是包括像今天不是F-16在Arizona受讯 陆克基地受讯 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亲身激励者 就是第一批去美国受讯的一个亲身激励者 都还在在香港叫陈炳静 然后全镇去世的陈鸿权将军 就是前空军副总司令 他也是那个亲身经历者 就知道说这个美台之间的合作关系 可以追溯到80年前 而且他后来也不是只是空军而已 他扩展到了全军 那因为这是一切的源头嘛 虽然说那个源头是在大陆 但你追根究底中华民国国军跟美国的关系 意思从那个时候才开始 之前美国是维持这个孤立主义的 他没有参战 也没有涉入到中国的军事行动 他也只是嘴巴上支持中华民国抗认 或给你贷款 但真正开始参战 还是从飞虎队开始的 好的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刚才也提到这个城市的 感谢建宏先生的了解 那么介绍 那么刚才提到陈鸿权将军 美国之音在2015年也曾经制作一部 以飞虎队为主角的这个纪录片 穿越1945 希望大家还有机会 可以继续去回顾这一段这个纪录片当中 所传承的这位飞虎老兵的故事 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彭斯明教授 我们知道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激励 去搜集这个所谓的飞虎队的文物 那么并且在这个飞虎队现在成立80周年之际 要出版一本这个陈纳德将军和美极志愿大队的文物图志 那么想请您谈谈今年台湾这个针对飞虎队成立80周年的文物特展 还有从您手中所收集的一些飞虎队 珍贵的文物跟我们谈谈 这段历史当中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彭教授 好的 是 今年的空军司令部呢 他在7月27号开始展出我个人的收藏 那他大概有17个展柜 大部分都大型吊挂的物品 那这17个展柜呢 我们在这个空军司令部的这个脸书呢 如果各位有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他有录制成影片 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呢 对于这个飞虎队的投入呢 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后半段 就是有跟飞虎队一起参与 所以我们在这个飞虎队的这个解释上面 通常是使用比较宽裕的啦 就是比较松的这个概念 那其实在美国的画面 他是对飞虎队是有比较狭隘的定义 就是只限于刚刚介鸿兄讲的 这AVG这一段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基本上 因为后面参与的人 都是在这个刚刚介鸿兄讲的 在这陆克基地的时候 毕业后才过去了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比较喜欢采用 比较宽松的这个定义来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个人的收藏的话 这次在展出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飞虎队员的合约 那合约上面有显示他每个月 有600块美金的这个价钱 那600块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们当时在1941年的时候 那个油价一桶是一美元 所以您看一下今天美国这一桶 清源油是多少美元 就乘以多少就知道了 所以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下 大概是70美元左右 所以您可以想象 当时一个月的薪资 就是600乘以现在70 等于是4200美元一个月 所以这个报酬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相信美国跟美国的飞行员 跟过去AVG的这个 跟苏联的飞行员 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 其实在美国飞行员来之前 也有一些别的佣兵 那些佣兵大概就比较混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AVG 他们真的就是扎实的去打 就是他拿多少钱 他就做多少事 认真的做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建宏兄讲的 就是这个租借法案 那大部分都认为说是 5月份罗斯福总统宣布之后 才开始实施 对不对 那其实我有一份文件 我也提供给您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面有一位 这个真正在负责招募的 这个飞骨队员 叫艾台尔 那他在美国放假的时候 临时被承纳的征召 就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你就代表CAMCO 就是中央飞机制造厂 开始执行招募的动作 所以他的合约日期 您打开来看 上面注得很清楚 1941年4月14号 为什么是4月14号呢 因为我们日书友好条约 是在4月13号签订 所以您看 我们两国的情报 掌握得非常的准确 就是日书一签 我们隔天马上就启动 那启动到了一个段落之后 罗斯福总统才正式对外宣布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表示说他的进展已经顺利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要从文物中 你才可以发现一些事实 的确是 从文物中可以挖出很多的史实 那么建宏除了还原史实之外 事实上飞虎队的历史 他反映的 象征的也是当年的 美国跟中华民国 并肩作战的一种情谊 那么您对飞虎队的历史 非常了解 请您分享一些小故事 印象比较深刻的 飞虎队的历史故事 能够反映当时这种并肩作战的情谊 比方说AVG有个飞行员 叫William Norman Reed 中文叫Raid 那他本来是在AVG的第三中队 AVG总共有三个中队 第一个中队是亚大夏娃 第二个叫熊猫 第三个叫地狱天使 他就是地狱天使中队的 那他是在12月25日 他是第一个打下日本的 疑似战斗机准的飞行员 那为什么叫疑似战 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 日本飞机叫零四 零四是海军的 那在缅甸已经没有海军的飞机 都是陆军的 那陆军跟零四同等级的 就是疑似战斗机 那AVG在缅甸主要打的是 比较落后的970战斗机 那Raid 他是第一个击落 比较先进的这个准 就是Ki-43Oskar的飞行员 所以说他是在AVG里面 是很有地位的 那后来那个 AVG解散之后 他回美国休息一阵子 又回到中国来 因为他对中国很有感情 然后他就被编到 这个中美空军混合团的 第三大队 第七中队当中队长 那中美空军混合团 就是我前面讲的 那个因为有了飞行员 到美国受训回来之后 陈纳德觉得人手不够 希望能够让中国的飞行员 也能加入他的第14航空军 这是后来飞虎队解散之后的事情了 就加入14航空军作战 就成了一个中美空军混合团 那下面有中国的大队长 中队长 也有美国的大队长 中队长 目的就是要让中美两边 互相适应对方的这个 作战体系跟生活习惯 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 第三大队跟第七中队 也都有自己的中国大队长 跟美国大队长 还有中国中队长 跟美国中队长 那这个瑞德就是七中队的美国中队长 徐华江将军是空军官校七期毕业的 是中国中队长 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时候 就在这个七中队里面 一起指挥中美飞行员作战 就发展出了一个很特殊的 这个普沙兄弟型 这是前阵子 那个空军他们形容这个 中美双方的这个合作的关系 那徐华江对这个瑞德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不止作战英勇 而且他对中国人也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因为这是陈纳德交代他们 说你们一定要对中国人不能有任何歧视 因为以后陈纳德的观点里 中华民国就是美国战后 维持这个亚洲秩序 还有那个推广民主制度的一个伙伴 所以不能歧视中国飞行员 但其中都有一个作战官叫Hancock 他本身这个Hancock是东欧移民 那他可能有一些他在美国也遇到过一些 不得志的一些情况 他就会去对这些中国人飞行员 做一些不友善的一些举动 就是比较可能他也在发泄他自己的一些 因为他也是移民的后代 他也会有点 他就会对中国人很不友善 那当然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的去歧视中国人 他可能就是自己内心也有一些不得志 所以他就会对中国人做一些不友善的举动 把徐华江搞得非常不高兴 所以后来有一次这个Hancock的飞机 跟王光复的飞机 王光复也是三大队七中队的一个 王牌飞行员 他们的飞机插撞了 后来发现是这个Hancock的错误 那本来Ray的就已经常常跟Hancock讲 你不能歧视中国人 你要对中国人平等相待 可是Hancock都不听 所以Ray的就跟徐华江讲说 你怎么评估这个人 他犯了一点小错 其实一般而言差状是常发生的事 通常是可以原谅就算了 可徐华江说这个人 他已经在我们中国人面前 印象留下不好 已经不好 就带人带不了心了 就建议让他调走 后来Ray的也同意把他调走 所以这就表示出这个Ray的 他展现出说 他是平等对待中国飞行员的 不过这Ray的后来也比较惨 不好意思 但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讲到这儿 因为其实这个飞虎部队故事真的很多 那么建宏刚才这个小故事 他反映出来这个虎杀兄弟情 想继续请彭教授 从这个文物再来帮我们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飞虎队的队灰 虽然说是很严肃的空军作战 但是用了一个很活泼 很可爱的图案 据说是这个迪士尼公司设计的 跟我们谈一下 还有讲到这个虎杀兄弟情 你认为还有哪一些文物 可以反映出当时陈纳德将军和 这个当时一起作战 中华民国之间的这种情谊呢 是是是 因为这个飞虎这个名称 其实是谁先叫出来 已经不可考了 来源非常多 但是飞虎这两个字呢 是倒是烙在大家的心中 因为这些名字很棒 那所以呢 当时这个我们这个AVG里面 并没有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大队灰 他有一个大队灰 是两个孔雀 然后抓着一把剑 对 那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 他们在陈纳德在1942年 那个八月份 Live杂志上面 就有他 头上面戴的帽子上面 有那个队灰 那是他们的阵章 那个队灰现在很少了 目前全世界只剩下九个 我曾经有过两个 现在只剩下一个 很珍贵 对很珍怪 那至于迪士尼这个Tiger呢 就是他们觉得说 这个灰呢 会比原来的更有意义 因为他说你现在设计出这个样子呢 比较像是 我们现在就是说 像是猛虎 飞虎队就是个猛虎 从里面跳出来 去撕毁敌人的心脏 所以那这个意向 他交给迪士尼 因为其实迪士尼公司呢 他当时帮了美军很多的单位 都设计对灰 那当然宋子文 他当时在美国 他利用这个外交的关系 他就是进去 希望他能够很快的时间 都设计出来 那迪士尼就把这个任务呢 交给了 Roy Williams Roy Williams 他是迪士尼公司的首席动画师 那他是把他的概念 他的想法 告诉了他的手下 叫Hank Porter Hank Porter 那就画出了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一收到之后 哇 那个大家非常喜爱 他是用孟加拉老虎的样子 加了翅膀 那宋子文当下就决定 要做成一个PIN 做成那个徽章 发给每一个人 那第一次徽章出来的时候 是在1942年的2月20号左右 他首先发的 你看我们当时中华民国 他先做好的呢 这个徽章是做K金的 14K金 这K金只发给阵王的AV机 所以他在美国2月20号 先发这第一批 那至于在中国作战的 跟在缅甸作战的这些 他们是在三月底 跟四月初分两批 两份包裹收到 收到之后呢 那陈纳德非常高兴 他就送给了宋美龄 送给了蒋中正 也送给了这个当时的 云南省主席龙云 所以他们三个看了 很高兴就别在身上 到哪里 到哪里开会都别的 表示说你看我们很棒 这样子 真重 对 所以当初 陈纳德送给宋美龄的 这个Flying Tiger 这个PIN 现在还在 他现在陈列在我们 这个士林官邸里面 他是偶尔会拿出来展览一下 所以我也提供给您 那个照片 你也看到了 那当时还有一个 很特殊的就是说 我们的光荣退伍令 刚刚跟您说的是合约 合约当时有319个人加入 那真正退伍的呢 就是说中间还有人 可能就离开啦 就不适应生活离开 后面留下来是255个人 这255人都会领到一张 光荣退伍令 陈纳德会上面写 还会瞎评语 他每个人的评语都是excellent 这里面有一张很特别的 就是送给宋美龄 所以宋美龄也有一张 他是那255人 退伍令 对光荣退伍令 因为他封他为荣誉大队长 所以这两份 就真的很特别 很特别的东西 都在士林官邸 对 好的 当然从这个陈纳德将军和这个 蒋介石跟宋美龄这种关系呢 也因此呢 中共可能在看这个飞虎队力的时候 是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接下来就要请教建宏了 你怎么看 这个中共近年来 好像似乎也在所谓 争夺纪念飞虎队的这个话语权 但是中共因为 他上来是这个历史 是服务政治 所以他随着不同时期的这个政治需要 他对飞虎队的历史 或者对陈纳德将军的这个历史定位和评价 也是都不一样的 你怎么看这样的现实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从不同 从不同时期来看 比方说他刚建政到 尤其是韩战爆发之后 因为中共跟美国 就是直接的敌对状态了 再加上陈纳德 他在内战的时候 他组织这个民航空运队 去支持国民政府反共 然后后来到了台湾之后 他也都是 他大概是美国 全美国 你大概找不到第二个 比他还更支持讲中正的美国人了 所以说中共对他 当然就是恨之入骨了 那个时候 把他都形容成什么 非贼啊 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啊 或者是说 说什么 他的飞虎队是专门强奸妇女 然后开飞机 扫射中国人啊 不抗日啊 甚至还自己摔飞机 说日本人来了 会自己把飞机摔掉这样子 说他们帮助日本人侵略中国 或指使日本人侵略中国 就是他们就是 美帝的马前卒就是 就是 把他形容得非常的不好 因为那个时候 中共跟美国对峙嘛 那等到后来 承纳的去世之后 中共 毛泽东也死了 改革开放了 那 陈湘梅就开始去大陆访问 他就是受雷根总统的委托 去大陆访问 那那个时候 大陆跟美国也开始有蜜月期 要一起对付苏联 那中共 他当然就把飞虎队就平反了 说他们是英雄 另外他们也要统战台湾的这些老飞行员 那他们当然就开始就跟着过去的中华民国的史观 去评价说他们就是 就是美中的 美国的友好的代表 承纳的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然后 那个时候 他也为了要切断美国跟台湾的军事交流 比方说那个时候八一戏公报 所以他也开始亲密的去抢这个话语权 因为他知道说如果把这个关系减断了 美国就会更减少对台湾的援助这样子 所以大概到2015年都还是这个态度 直到最近美中资金又不好之后 你看去年那个成都的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关掉的时候 不是那个林杰伟还是林伟杰 就是驻成都的总领事 他又用飞虎 他在跟大陆人道别的时候 又用了飞虎队这个题目去道别 结果小粉红就开始去灌他的网站 说飞虎队你们只是佣兵 你们根本就没有帮中国人 你们不如苏联人 所以你看这三个阶段 他是有不同的时候 他依据他的政治会有不同的评论 好的 感谢许建宏先生 这个三个阶段非常清楚的介绍 中共对飞虎队这个历史的诠释 接下来我想请教彭教授 因为当然很特别 我知道您收集了很多陈纳德将军 他的这个私人信件 这个是很珍贵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 经常说见字如见人 尤其是亲笔写的这些信和日记 那么陈纳德作为一个二战的英雄 他的一生其实是非常传奇的 尤其是在抗战之后 像这个建宏讲的 他这一生都在坚持反共 想请您从这个手中 您所珍藏的一些 陈纳德将军的私人信件 来跟我们谈谈 能不能让大家更了解 陈纳德将军奇人 和他当时的一些想法呢 是是 陈教授 对 因为他的信 我大概是从1920年的第一封开始 距离现在100年了 一直收到他去世前的三个月 他到去世前三个月 还在写信告诉他的飞虎 小老虎们说 今年的8月份的这个飞虎剧 我一定来 结果就走了 对 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在 1949年以后 49年之后呢 他写的信呢 大部分都是在跟他的友人 提醒他们说 注意这个共产党 共产党势力 可能会从苏联这边 开始往亚洲 往这个北韩 还有往这个中东 跟欧洲去扩散 所以他大部分的信都是在讲述这样的 提醒所有的这个他的政治好友们 要注意共产党这个发迹 以及他的扩散 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 他里面甚至连这个反攻大陆的这个计划都写在里面 都写在他的信里面 对对对 因为建宏兄他也知道 过去他的那个书里面也有写到 那我这封信跟他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建宏兄有说过他的这个 曾经想要再成立一个 复制这个AV机的这个 这样用成立一个IV机 用这个400多个飞行员 我们再复制一次 那其实他的这封信 写给他友人上面 也是大概类似这样的情况 他说我们只要利用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一定都很痛恨 很痛恨共产党 一个是南韩 一个就是台湾 他说这两个地方相距1500英里 如果同时点火的话 中共可能难以应付 因为南北夹杀 所以我们不用派大部队 我们只要用这个空军 首先用海军封锁 封锁中国的这个海岸 然后再用空军去搭配小部队 小部分的陆军 就可以很快的辅助这两个国家 这个反共的这个情绪高涨的 这个国家的这个部队 很快就可以完成 这个反共大陆这个计划 可惜这个计划就是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总统艾森豪的同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 陈纳德他下面的这些飞虎队员 对中华民国还是非常的友好 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叫 Edward Richter 他是从AVG开始 一直到CATF到14航空军 到最后呢 他还帮助我们成立了空军总司令部 那等到我来到台湾之后呢 这个美军顾问团来到台湾 是1951年 他是空军组 刚成立 他就自己举手 要来当第一届的空军组组长 来到台湾以后 发现台湾的战斗机实在太落后了 是螺旋桨的 那当时中共已经有米格15了 是喷射的 所以他一直 对他想说这样子下去不得了 但是因为跟美国申请援助 这个计划呢 总是要有点时间 所以他当时都是教育我们的飞行员 就是说 利用你的螺旋桨慢速的优势 你就打不过人家用散的吧 因为你转得比别人快 那等到最后到1953年4月份 他把这个DEP F-84 争取来台湾之后 整个settle down之后呢 他才放心的离开 所以这位Ad Director 他是帮助我们中华民国空军 进入喷射机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的 建宏其实刚才这个洪教授这段讲的就非常的重要 就是事实上飞虎队不只是抗战 他在抗战之后呢 保证了这个台海之间的这个 包括刚刚讲到共军的解放军的军机 都是喷射型的 但是中华民国的空军到直到现在 现在的情况是 解放军还是不断在侵扰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吓阻的作用 也是在延续这个飞虎队当年的历史和传承 想请你谈谈这一段好吗 建宏 比方说现在中华民国空军 这个台南的第一战术战斗机连队 新权刚的第三战术战斗机连队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第三大队 就是中美混合团的第三大队 还有花莲的这个第五战术混合连队 他们全部都是当年在中美混合团下面的部队 这三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 承纳的组织混合团的主力 就是CACW 都延续到了台湾来 然后今天都已经都还是台湾的这个主要战力 就是说都继续捍卫着中华民国的领空 尤其是第五大队 第五连队 他们还是F16 还是每次的战机 然后也还到陆克去受训 那也就知道说这80年的这个传承 是连在一起的 虽然说到陆克受训跟ABG是两个program 但是他们是一个package 是一个美国援助中国的一个package 在一个包裹里面的 所以说这个关系是切不断 就是我们跟飞虎队的关系 还有中华民国空军跟美国空军之间 这种兄弟的这个联系关系 真的就是血蒙的关系 是没办法被抛弃掉的 讲到这个血蒙的关系延续到现在 要想请这个彭教授利用最后的时间 再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您从文物中所得出的一些感人的小故事好吗 那我想大家对于这个血蒙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其实我个人收集的血蒙大概是有140几面 就是中华民国的血蒙 这上面有我们国旗的 那这个血蒙基本上很多人都对它有点误解 以为说皮质的是比较值钱的 那没有 其实所有的血蒙都是有两种材质的 我们中华民国做的是属于私质品 那美国做的是属于后期 它是属于人造私 是防水的 那为什么有前后的差别呢 最主要前面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美国的飞行员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来讲 是非常非常珍贵重要的资产 所以每一个飞行员来 我们都希望说他如果万一不幸被击落 他跳伞的时候 到了地面能够被我们的民众能够援助 所以就做了那个血蒙上面都有编号 而且有这个名册要对要造册的 那曾经这个在后期的时候 蒋介石曾经发了这个公文 就说希望我们的民众呢 看到血蒙要把他们带到最近的这个 不管是国军或者是美军的基地 那一定有奖赏 他的奖赏上面就写说 每一个人呢可以领到十万的法定货币 那可是真正领到钱的民众呢 其实没有半个 他们宁愿呢去换米 因为当时的币值贬值太快了 你拿了十万的法币 搞不好今天换一换只能买到一碗牛肉面了 所以他们宁愿去跟这个部队里面 换了大批的米啊 面粉啊回去这样子 那我个人呢 这个血蒙的确是这个当时 这飞虎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物 也背后有这个很深厚的感情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我留最后两分钟给两位来宾 可以一分钟 这个总结请这个剑虹谈一谈 这个飞虎队历史 对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重要性 尤其是这么多的美国空军军机 最近也不断的降落台湾 剑虹一分钟 我觉得这个飞虎队 它是超越军种 超越国籍 然后超越 甚至超越党派 因为现在台湾也不是 不是国民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 所以这个应该是要我们 超越国家 超越这个党派去纪念 还有超越这个军种去纪念的 因为你看现在 海陆空军的军售 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掉 当年美军 还有后来中华民国空军 包括黑猫黑蝙蝠 对这个传承都要延续下来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各位 好的也请着彭教授 以文物的角度出发 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 彭教授 是 因为我收集飞虎文物的经验 就是说很多都是来自于后代 那这些后代呢 他是非常支持中华民国的 最主要他是认为说 当时跟美国一起并接作战的 是这个青天白日买力红的国旗 那所以呢 他们站在尊重历史跟话语权的角度 他认为说这个 史实是不容被磨灭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不要妄置菲薄 就是说认为说自己好像现在 比较说对望在强化以前 我们就做事 就让他去抢吧 不能用这种比较漠视的态度去面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许建宏先生 还有彭思敏教授两位 这个飞虎的专家 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 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收看 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樊东宁 祝各位平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